青秋,两处相思无寄留,均上孤舟窃一楼,这些蓝叶舟,怎再如许抽? 沧海桑田,仙徒漫漫,青秋白凤九二百年来,日日夜里已在木楼的栏杆前,看夜空繁星闪烁,长长的星河,就似他对东华帝君绵绵,无尽刻骨的相思。 梦里依稀听到帝君低沉的声音,在换他酒,他一张冷峻的脸深情地看着他。 凤九伸出手,夜风凄凉,凤九惊醒,抬头看向漆黑的夜空,不过又是梦一场。 凤九嘴角扯出思苦笑,起身回了屋内,床前墙上一张硕大的四海八荒图,在紫色水晶,衬托下幽幽地闪着光。 凤九画出科业明珠照过去,一点点看着地图上的每一片角落,那些都曾经是东华帝君征战过的地方。 凤九看累了地图,半册在木床上看桌手里的本子,上面一张东华帝君的画像,早已模糊了。 凤九先先细手,轻轻俯上画像,心又疼了起来,明日他要去参加姑姑嫁入天宫的议事,会见到他吗? 二百年了他,可还安好? 凤九这一夜辗转反侧,睡得甚是不安稳,清晨窗前翠鸟鸣叫,凤九睁开了眼睛,拾起见白色的长衫下了木楼,狐狸洞里白衣裳神看他进来,神情深沉道,如果你不想去,我去也可以。 凤九平静地看向他爹道,我是青秋的女君,哪能试试都叫爹操心,吃过饭就走。 凤九简单地吃过饭后,带着弥谷出了狐狸洞,凤九娘亲看着一席男装的凤九背影,心疼道,几百年了,他怕是没放下,从他继任青秋女君后,日日男装,看得我心疼,这都是什么孽缘啊。 白衣裳神不出声,凤九回道,有缘无分,强求不得。 过会又道,我看这些年,他也从没再提起过东华帝君,想是也过去了。 凤九娘亲道,你有没有发现,凤九现在说话,办事都越来越像东华帝君,前日我去他议事的会上看他,见他同那些族人议事冰冷的样子,很像东华帝君。 凤九娘亲有些泪目道,他才三万多岁啊。 此时的凤九和米谷已经到了南天门外,二百多年过去了,白凤九不在,是还需要爆出别人名讳,才能进南天门的那个小丫头了。 米谷手持青秋女君令,两个人进了天宫,九重天上还是金碧辉煌,可白凤九经历过人生最苦的离别,如今一切都物是人非了。 小仙官引领着凤九和米谷进了灵霄殿,有认识凤九的仙官,上前打招呼,凤九也客气地回礼,小仙官把他们带到了青秋女君的位置,恭敬地退下了。 凤九看了眼灵霄大殿上的位置,心想今天如有不公,一定要争一争,否则日后姑姑进了天宫,就要受制于天宫的一些破规矩。 凤九正想是,米谷低声道,天君来了。 众人行了李刚要坐下,天君也起了身,大殿里一丝声音也没有,他眼角里瞥见东华帝君紫衣银发,缓缓地走进了大殿,凤九握紧了,放在身后的双手,同众人一样低头行礼。 凤九心里轻声道了一句,帝君可安好,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童。 九重天上的灵霄殿里,凤九微垂双目,他心里朝朝暮暮思念的东华帝君从眼前缓缓走过,他那一抹紫色就是他心安之处。 凤九想过无数次再见帝君时的场景,想着自己或许可以大方地上前问候一句,帝君可好。 如今,他知道自己做不到,他紧握了双手,用旁人不易察觉的方式运行了一遍心功,才平静下来。 天君令李斯官一向向义太子叶华和白浅的大婚事宜,凤九命迷古靶重要的一些事项记下, 他知道天族规矩多,可没想到简直是毫无人性的多,他生怕漏掉哪一项对姑姑和青秋不利,听得很仔细。 当老天君说等白浅上神大婚后,叫他掌管天公女司时,他知道姑姑一向讨厌管事,凤九起身向天君依了下手道, 白浅上神日前身体还在恢复中,不宜劳累,还请天君暂缓此项事宜,日后再商议。 天君今日到了殿上时,见到青秋来的是凤九,心里还有些嘀咕,纵然青秋国和天族平起平坐, 可派个从前最爱在太陈宫胡闹的小女君,还是有些怠慢天族的,可现在他看白凤九,神情冷峻,把话说得滴水不漏,对凤九也是刮目相看。 连宋殿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挪到了帝君身边,看着凤九行云流水,说完一件事,对帝君低声道, 青秋那个小地鸡倒是长进了不少,成熟了。 又道,他穿南庄倒,是有成御元君的风采。 帝君手转茶盏道,回去用茶水洗瞎眼镜。 连宋干笑了下不吭声了。 带一道去青秋迎亲的人选时,天君道,不知道届时莫冤战神,是否能出关,如果不能出关谁去何事。 大殿里一时议论升起,天族迎亲规矩,是由新郎的兄长去,兄长不去,自然要找一位得高望重之人。 仪惠连宋殿下起身道,日前帝君曾答应,他可以带牢去一趟。 天君像是不相信一样,看向帝君询问道,帝君可愿辛苦。 帝君头也不抬道,走一趟便是。 二百年了,凤九听到帝君熟悉的声音,握茶杯的手抖了一下,心跳加速,他有点想哭的冲动,看着茶水热气,飘散有些走神了。 这时天君看向他道,女君那就定下来,如果莫冤战神,不出关,就由帝君辛苦迎亲。 凤九向帝君高抬的方向依了下手低头道,辛苦帝君。 帝君淡淡地回了句,无方。 大半日的议程下来,凤九做得甚是辛苦,等一时结束,凤九向高抬上的天君和帝君依了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灵霄店。 高抬上,连宋看见凤九走了,对帝君悠悠道,那丫头也不知道过来和你说句话,就这么走了。 帝君不说话,手里握的一盏茶,早已无色无味。 凤九出了灵霄店,大步急走,他只想早点回家,快走到南天门时,思命兴君追了上来。 思命上前道,小殿下走得好快。 又道,好久不见了,小殿下可好。 凤九对思命笑了吓道,好,你许久没去过青秋了。 思命回道,天宫琐碎是多。 思命在南天门和凤九聊了一会,凤九却一个字,也没问起帝君,思命见凤九不问,也没提帝君,望着凤九远去的背影伤神。 思命百年前,还是经常去青秋的,把帝君的消息告诉凤九,后来白衣裳审找了他一次,跟他说,帝君既然和凤九无缘就叫他别再找凤九了,这样对谁都好。 自此后思命,再也没去过青秋。 凤九和米谷回到了青秋,叫米谷先回狐狸洞,他去检查下青秋边界。 米谷看着凤九道,你没什么事吧? 凤九扯出了一丝笑容道,能有什么事? 米谷走得渐远了,凤九才像是湿了魂魄一样,靠着一棵老树,缓缓滑落,呆呆地望着远处翻滚的云海。 二百年前,东华帝君在南天门,无奈地转身一别,不是无情,是情深。 清冷的凌霄殿内,帝君握着一盏凉茶望着凤九坐过的位置黯然销魂,两百年了,无数日夜的相思,才等来一次重逢。 朝会上帝君眼神,越过茶展,打量着凤九,一袭白山像是个清俊的少年郎,一张粉带不湿的脸上神色清冷,坐在那里端庄霸气,虽还透着些少女的清丽明媚,却已然是个女君的样子。 凤九仅和他说的那一句话,恭敬又疏离,从始至终都没有看过他一眼,朝会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帝君的心被纠扯得生疼,小狐狸连个四目相对的机会也没给他,帝君苦笑了下,放下一杯凉茶起身,回了太陈宫。 这二百年,帝君身居太陈宫,起初私命还经常有意无意地,在帝君面前说起凤九的近况,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私命也不再提起凤九了,等到帝君宫里新来了掌案先关重林后,更听不到凤九的消息了。 几日前连送来宫里,陪他下棋,说起下次朝会,清秋要来人一百遣上神的大婚事宜,许久不曾出过宫门的帝君参加了朝会。 太陈宫的先关,崇林见帝君回来了,远远地迎了上去,他觉得今日帝君的神情格外地落寞。 帝君在莲池边坐下,手抚上一张古琴,琴音断断续续,透着凄凉,初春的风吹落几片花瓣,斜斜地飘飞到帝君的琴上,帝君拾起一片花瓣,想起了凤九额间的凤语花,曾经他亲吻过。 崇林端过一碗热汤药对帝君道,帝君该吃药了,帝君伸出手叫,手里的花瓣飞走,接过碗,可一片花瓣不偏不倚的又落进了碗里。 崇林道,我去换一碗。 帝君摆了下手,一碗药连着花瓣喝了下去。 两百年了,帝君也没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法力就恢复了六七成。 这时,思命进来了,走到崇林身边,说了几句闲话后道,青秋白浅上神就要嫁入天宫了,得有一段忙碌的日子了。 崇林道,那新君又要辛苦了。 思命,喜事也不绝辛苦。 沉默了片刻又道,你不知道,今天我见到故人了,就是青秋女军,一袭男子装扮,那真是撒爽英姿啊。 崇林道,就是白浅上神的侄女吧,听说小小年纪就继了女军位,将来还要继成青秋大统的。 思命道,是,很得胡帝喜爱。 一会又悠悠道,不过我感觉小殿下变了,今日我追上去,跟他说话,他像不认识这九重天上的人一样, 静一个字也没打听过呀。 思命的话悠悠传进帝君的耳朵里,帝君的心象是被只冷剑扎了下,一声清脆的琴音,琴弦断了。 思命悠悠对崇林道,这人长大了,是好事,也不是好事。 转身离开了,一轮圆月升空,清灰似水,帝君还在莲池边拨弄琴弦,崇林进殿内拿了件长衫披在帝君的身上倒,帝君夜深了, 去休息吧,帝君头也不回帝道,你说,险断了,还能接上吗? 崇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知道帝君绝非问的是琴弦。 帝君摆了下手,崇林又退到一边守着。 他进太成功有百年了,还没见过帝君这样心绪悠烦, 一曲曲弹的杂乱,崇林打量着清冷的太成功, 看着帝君的身影,很是心疼。 这一夜,崇林靠在一株老树旁,咪会醒了,帝君还在抚琴, 一会又被琴声饶醒,直到天色渐白了,帝君才起身回了殿内。 清风一阵,落花纷飞,情不知所起,一网而身。 万叠云山,千里烟水,阴书纵有萍水记。 凤九靠着柯老树,坐了许久,远处山栏清脆, 初春时节,早开的桃花莺粉一片, 夕阳印的天边的云彩,有了橘红色。 凤九在九重天上一眼,也没敢看帝君,就离开了, 他怕看一眼,就没了回头路。 看着飞舞,在花枝上的彩蝶, 凤九想起了自己在太成功的时光。 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那时就像是个任性胡闹的孩子, 为了一块糖,做了许多的荒唐事。 帝君也给了他那块糖,在凡事有了陪伴的情分。 可他心里想要的是生生世世陪在帝君身边, 不是凡事那个有后有非的君王。 可帝君也只能给他这么多, 即使他那清高的老爹去求, 自己用断尾之痛,也改变不了三生时尚无缘的宿命。 这些年凤九继承女君位后, 把自己活得像个陀螺, 清秋大小的事物, 他都亲力亲为, 把时间排得满满的, 可帝君就像是空气, 只要他呼吸他就在。 起初凤九,想尽各种办法, 去忘了帝君, 后来他发现自己忘不掉, 因为他把自己活成了帝君的样子。 帝君给他的那块糖枣, 已化成了点点滴滴的相思入了骨髓。 凤九望着渐渐落去的夕阳心里道, 帝君我只要你安好。 凤九听见身后有细碎的脚步声, 回头一看, 是他小叔和折炎上神来了, 折炎上神和白真都知道, 他今日去了九重天, 听米谷说帝君也上了朝会。 折炎打趣他道, 你已在柯老桃树下, 难不成做桃花梦? 凤九起身道, 我在考虑姑姑送亲的事宜, 天族的破规矩太多了。 折炎看着他的神情, 就知道他在想念东华, 心里道真是孽缘啊。 二百年前凤九割了尾巴, 九尾胡断尾相当于旁人弯心之痛, 就是接上了他的尾巴, 每逢断尾, 阴天雨雪的日子也会疼痛无比。 一日东华血淋淋地落在了桃林里, 衣袖里掏出从混沌荒地取回来的灵草, 又用自己的赤巾写花了交给他, 这才彻底医好了小狐狸的断尾之痛。 那时东华还没有恢复法力, 全凭一把仓河剑杀进了混沌荒地。 折炎记的当时, 他问东华, 既然放不下, 为何不试试, 或许三生时也会随人心而变。 东华沉思了许久后回他, 他还那么小, 以后会遇到更好的人。 岁月匆匆, 二百多年过去了, 他们谁又放下了呢? 狐狸洞口凤九娘亲远远地见到凤九回来了, 进了狐狸洞, 对白衣裳神道, 小九回来了, 我们啥都别问啊。 凤九进来时, 一桌菜饭还冒着热气, 凤九心里暖流游走, 转过身抱着他娘亲道, 十里外都闻到菜饭香了。 凤九娘亲拉着他到了饭桌旁, 吃饭时, 凤九看着白衣裳神道, 姑姑的迎亲事宜, 明天我赵长老门商议, 会上定下来, 如果墨渊上神戒时不能出关, 就由东华帝君代为迎亲。 白衣裳神身出去夹菜的筷子炖了一下, 陈生回道, 好, 你别太劳累了。 白衣裳神匆匆吃过一碗饭出了狐狸洞, 两百多年了, 从女儿嘴里听到东华帝君这几个字, 她心里翻江倒海, 往事历历在目, 为了东华帝君, 她打过凤九许多次, 甚至吊起来打他。 可她最后, 居然为了东华帝君割了尾巴, 她就这一个女儿, 可她再怎么心疼, 也替不了他。 凤九娘亲自到白衣裳神难过, 走出了狐狸洞, 两个人走了一段路。 半晌后, 白衣裳神道, 小九她既然放下了东华帝君, 那我们就为她寻一门亲是吧。 初春的夜风, 还有些微凉, 凤九娘亲拉起白衣裳神的手道, 听你的, 回去吧。 夜夜相思更露残, 伤心明月的平栏杆, 想君丝我锦亲寒。 青秋的木楼上, 凤九手里一壶桃花醉, 人已微熏, 月圆星熙, 凤九看看这几颗贱臣的星子轻声道, 帝君我要相亲了。 晚饭后, 凤九看着似有心事的白衣裳神道, 爹可是有诗。 白衣裳神眼神, 飘忽半晌道, 如今你打理青秋是多繁杂, 我想, 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帮你。 凤九爹说完这话, 狐狸洞里, 安静地能听到水滴落在石阶上的声音。 白衣裳神看一眼凤九道, 二哥, 你是不是又要给小九相亲, 他还小, 你还怕他嫁不出去吗? 白衣裳神看凤九不说话又道, 你不愿意就算了。 凤九喝下杯里的一口茶道, 我听爹的安排, 半个月后能用时间, 爹就安排比武相亲吧。 白衣上神一听激动地道, 好, 你放心, 爹四海巴荒发帖, 一定寻个你满意的。 折言上神看着凤九摇了摇头, 凤九萧萧不说话, 二百年前, 自从知道他爹去求过帝君后, 就觉得亏欠他爹娘, 如果相亲能叫他爹开心的话, 就随了他给他们一些快乐的日子。 他从没跟任何人提起过, 三生时尚划不掉的那个名字, 如果真的有缘分见到, 或许会有些转机, 也不一定的, 没有就这样想着帝君也好。 天边几颗稀疏的星子, 不见了踪影, 凤九仰头喝下最后一滴酒, 对着酒壶悠悠道, 帝君九儿是要陪你生生世世的。 凤九几日来都没有睡好, 这胡酒一下去, 倒是睡了个好觉。 第二日, 他下楼时, 青狼已经等在楼下了, 凤九看着这个灰狼弟弟, 今日倒是穿得很整齐, 拍了下他的尖道, 这就对了, 你跟着女军, 我不能太邋遢。 凤九继任女军后, 挑了几次, 随时都不满意, 凤九去学堂时看到了灰狼弟弟, 想起了年幼时的情意, 便叫他跟在身边, 灰狼弟弟也没个名字, 凤九两人一拍脑袋, 就叫青狼了。 这些年凤九, 也只有在青狼面前, 才会露出自己的本性, 不用那么累地做个女军, 青狼也常开他的玩笑说, 这名字就像青狼没事, 叫他多喊几遍。 两个人进了一室大殿, 几个狐足的长老起身迎他, 凤九摆了下手, 教他们做。 青狼把白潜上神大婚的事宜, 拿出来大家商议, 凤九看着这些长老, 想到了自己刚接女军时, 他们可没这么恭敬, 凤九爷爷和他爹不在, 跟着他时, 这些长老欺负他小, 经常给他出些个刁钻的问题, 好在他也跟了帝君那么久, 帝君的一些, 派头他也是学到的。 一想到帝君, 凤九又走神了, 赶紧喝口茶醒了下神, 大殿门口今日, 刚和叶华游历回来的白潜, 过来看他, 白潜看凤九一袭黑衣, 神情肃穆的同长老们讲话, 低声对叶华道, 你看小九这一世的样子, 怎么越来越像九重天那位了。 叶华轻轻地拍了下白潜的背道, 这或许就是经历后的成长吧。 又拉着白潜的手道, 我就先回去处理公务, 好了就来陪你。 白潜低头道, 你也不用日日来陪我, 几个月后, 大婚了我们天天, 都得在一起的。 叶华听了靠近白潜道, 浅浅这是嫌我烦了。 白潜抬头看着叶华, 一双含笑的眼睛离他那么近, 红了脸道, 你想来就来。 凤九远远地看着他姑姑幸福的样子, 心里为姑姑开心, 姑姑做素素食也吃了不少苦, 可他和姑父在东荒大泽是一件倾心相爱的, 而他小时候的梦想, 有一天紫衣银发的帝君, 飞身而下的英雄就美, 也发生了, 可三生时尚没他们的缘分, 他不能陪在他的身边。 云烟散去, 如何能相望于江湖? 太陈宫里初春的花飞落一地, 帝君单手之仪, 看着面前早已沸腾的一壶心茶, 静静地坐着, 清风吹起耳边的银发, 像是一幅画镜, 浸满了春丑。 仙官崇林正指挥着一众小仙官, 把一车车书推进宫里, 自从帝君上次参加完朝会后, 就点了一堆书籍的名字, 就连四海八荒神仙的生辰八字都点来看, 崇林觉得老人家真是太寂寞了。 他看着树下翻阅书籍的帝君很是心疼, 几日来帝君很少说话, 饭也吃得极少, 夜里不是弹琴, 就是在后花园散步, 看着越发的轻手。 这是思命进宫来了, 看着崇林指挥先官班书, 拿过一本出生册道, 看这个出生册, 我倒是想起金晨发生在灵霄店门口的一件事, 两个五官就在大店门口打了起来。 崇林道, 为什么? 思命提高了声音道, 听说青秋女君, 就是我那个故人啊, 十几日后要比武相亲, 这四海八荒的帖子一发, 这能去不能去的全都要去。 崇林道, 想必是女君法力高强, 要不也不敢比武相亲啊。 思命笑了吓道, 百年前那是真弱, 不过这二百年能强到哪里去, 可能是想把自己嫁出去吧。 谁想嫁出去呀? 思命一回头, 是连宋殿下和太子叶华来了, 思命给叶华和连宋请了安道, 我跟崇林闲聊呢? 闲聊。 连宋, 你要没事, 帮我去长海布个镇。 思命, 三殿下说笑了, 我哪有那个本事。 思命看了眼帝君, 走出了太陈宫, 出了宫门道, 等小殿下真嫁出去, 看谁挤。 叶华和连宋上前请了安, 帝君看向叶华道, 有诗。 叶华道, 鬼族还有一部分叛军躲在北荒的混沌地界, 想请帝君给蒋下里面的情况。 连宋道, 听说帝君有份四海八荒的地图, 如果能看一下, 那就解决问题了。 帝君看了眼连宋道, 徒友, 送青秋女君啊, 你可以跟她借。 叶华道, 那我明日去青秋看。 连宋, 听说那图是帝君守绘的, 估计你看了, 没有帝君讲解怕事, 也会有一漏处, 你快大婚了, 可不能出事。 连宋又看向帝君道, 要不帝君辛苦去给讲解下。 帝君看着眼前, 刚煮开的一壶热茶, 伴上回道, 可以。 叶华道, 那我和青秋打个招呼, 明日接帝君。 帝君, 不用惊动了。 叶华道, 也好。 叶华和连宋 还又事先告辞走了, 帝君对崇林道, 我有些饿了。 崇林叫厨房, 做了几样清淡的小菜, 崇林看帝君, 今日吃得多, 心里挺高兴。 夜深了, 一盏青灯下, 帝君还在一本本地, 翻看着出生册, 直到快天亮了, 才翻看完, 回了寝殿。 帝君脱去了长山, 从腰上取下凤酒的 一小节狐狸断尾, 手里抚摸了许酒才睡去。 次日一早, 帝君和崇林出了宫门时, 叶华, 连宋和思命已经在等了, 几个人请了安, 出了南天门。 几个人落在青秋时, 弥谷迎了上来, 一看是帝君来了, 嘴张得老大, 看了叶华一眼, 飞快地跑回了狐狸洞。 白衣上神看着弥谷, 慌张地跑了进来道, 有人追你。 弥谷道, 那个地, 帝君来了。 白衣上神, 哪个帝君? 弥谷, 天上那个, 东华帝君啊。 白衣上神手里的毛笔 落地滚在了一边, 半晌道, 他来干嘛。 白衣上神出了狐狸洞, 看见帝君和叶华几个人 站在外面, 白衣上神上前, 恭敬地给帝君请了安。 白衣道, 不知帝君来可有事。 叶华道, 二哥, 帝君过来帮我看下奉九的地图。 白衣上神把帝君请进了狐狸洞, 心里很后悔当初奉九收了这地图。 弥谷给大家奉了茶, 白衣上神道, 奉九他去和长老商议事了, 我带你们去看图吧。 连宋笑了吓道, 早就听说, 女君小小年纪, 管理青秋, 很是厉害,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去看下。 白衣上神不好推辞, 只好带着帝君几个人, 去了奉九义事的地方。 思敏跟在后面开心地对崇林道, 青秋真是个好地方, 山清, 水秀, 人也美。 初春时节的青秋, 山花摇曳, 空气里飘散着淡淡的花香, 远处群山郁郁葱葱, 一条往深海蜿蜒流淌而过, 几个小童子嬉笑着看帝君他们走过。 奉九义事的大殿不似九重天的金碧辉煌, 古朴厚重的石殿扑克了岁月的痕迹。 青秋没有那么多礼节, 大殿门口的守卫剑白衣上神和太子叶华到了, 只上前打了招呼, 便一边猜测起川紫衣和黄山的两个公子是谁了。 石殿的门开了一角, 连宋探身向里看, 见凤九一席阑山, 手握一盏茶斜斜地靠在木榻枝上那端茶的姿势, 连宋手里扇子一平, 回身看了眼帝君道, 你的徒弟。 帝君一进殿门, 只见凤九还是少年郎的模样, 单手脱腮, 看着手里的一盏茶, 听几个长老在意识, 像极了自己平时看书时的样子, 帝君不由得一阵心疼, 小狐狸此时应该是粉黛娇, 笑得年纪, 可经历过离别, 却多了些默契。 帝君看着凤九发呆, 殿内议会已经结束了, 凤九下了木榻, 他一边和几个追上来的长老说话, 一边向殿外走, 青郎推开殿门时, 凤九看见帝君并无一样, 边走边摇头, 以为自己又出现了幻觉。 他猝不及防地撞在了帝君的胸前, 帝君手轻轻地揽住撞过来的凤九, 凤九抬头和帝君四目相对, 他盯着帝君, 头是晕的, 身子柔软地要倒下去, 心停跳半刻后, 又剧烈地跳动起来, 帝君一双眼睛深邃地看着他, 白痰香气悠悠地飘散, 那一刻凤九眼里, 心里只有帝君, 凤九定定地看着眼前这个日日夜夜思念的人, 他很想伸出手摸一下他的脸, 扑进他的怀里。 帝君看着凤九, 一张俊俏白皙的脸, 眼里闪过惊喜, 惊慌, 又阴晕了些水气, 英粉的唇微微张开, 帝君有些控制不住地, 想把凤九揽到怀里, 可他还是松了手, 沉声问道, 女君可好。 凤九退回一步, 略弯腰给帝君请安, 起身后已恢复了常态, 看了眼白衣上神和他姑父, 淡然地看向帝君道, 帝君来可是有事。 当听白衣上神说帝君是过来看地图的, 走到白衣上神身边道, 爹带帝君和姑父去看吧, 我要带长老们去部署边界。 凤九又走到帝君身边依了下手道, 帝君我还有事, 就不陪了。 看了眼一边等候的青郎和长老们道, 青郎我们走, 转身离开了。 连颂看着走开的凤九也愣住了, 心想这丫头好狠的心啊。 思命追了上去, 看着凤九道, 小殿下很忙啊, 青秋很没我跟着看看。 凤九没有说话, 他的心现在是乱的, 他很想和帝君多待一分钟, 懊恼刚才自己说话太冲动了。 此时已近午时, 吹烟四起, 随风飘过来, 一些菜饭的香气, 思命悠悠道, 青秋果然是先帝, 这菜饭闻起来都不一样, 不像九重天的菜饭万年一个味道, 这帝君吃不下饭也是有道理的。 凤九停下脚步, 看着思命道, 帝君怎么吃不下饭? 思命笑了吓道, 听崇林说帝君近前, 在喝些药, 饭时吃得很少。 凤九看着远处, 细想刚才见到帝君时, 她是有些轻瘦的, 自己怎么都没有问上一句。 凤九对跟着的长老交代了些事情, 叫他们先走, 又反身, 对青狼道, 你去捉几条鱼送回狐狸洞。 凤九看了眼思命道, 回去吧, 中午我给你们做些吃的。 两个人一边聊天, 一边往回走, 路过几棵高高的无忧树, 凤九飞上, 去采了些花下来道, 这个花做糕很好吃的, 可以调理饮食。 四命探口气道, 心病还得心药医啊。 凤九的木楼前, 一众人上楼时, 米谷嘟囔道, 小殿下平日里都不叫人上楼的, 这次上来这么多人, 回头她又要发脾气了。 白衣上神, 她知道的, 米谷才不说话了。 木楼里帝君望着墙上 用紫水晶裱起来的衣服, 八荒地土, 眼前都是凤九, 身穿红衣妓女军卫的样子, 时光匆匆, 两百年了, 小狐狸如今。 这时叶华一句话, 拉回了帝君的思绪, 帝君把混沌地界周边的情况, 一一讲给叶华, 叫叶华注意几个, 煽动周边的瘴气。 连宋瑶这扇子, 对身边的白衣上神道, 这帝君, 要是不来讲, 怎么也弄不明白的。 白衣上神看着一幅手绘的 八荒地图, 也是很感慨, 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这幅图, 图上很多的地方, 他都没听说过。 几个人看完图下了楼, 连宋看了眼帝君, 对白衣上神道, 那就不打扰上神了, 告辞。 连宋话音刚落, 凤九用衣角兜着一些 无忧花走了回来, 对着连宋道, 三殿下吃过饭再回去吧。 白衣上神皱起了眉头, 连宋瞟了眼帝君, 看见帝君眼底有了些暖意, 道,那就辛苦女君了。 这是一个声音道, 天上什么好吃的没有, 三殿下还是回去吃吧。 连宋一看是白浅, 白浅和凤九娘亲, 逛集会碰到青郎, 抓鱼才知道, 帝君来了。 连宋笑笑道, 叶华她饿了, 出来得早, 没吃饭呢。 凤九的娘亲, 也和其他的女仙一样, 小时候都仰慕过帝君, 今日这么近的见了, 觉得自己女儿是永远都忘不了帝君的。 众人站在湖里冻前, 气氛有些尴尬, 凤九娘亲道, 到吃饭的时间了, 就请帝君和三殿下吃个简餐吧。 连宋道, 那就辛苦上神了。 白浅还想说什么, 叶华到了身边, 拉了白浅的手道, 我们去走走。 白浅和叶华往湖边走, 气到她既不能跟小九在一起, 为何还来招惹她? 又道, 以你的智慧, 怎看不懂一幅地图? 叶华笑笑道, 冥冥之中, 或许就有这样的缘分呢, 就随遇而安吧。 厨房里, 凤九默不作声地做饭, 花糕蒸了一笼, 又一笼, 凤九娘亲看女儿不想说话, 也不问, 两人做了一桌子的菜饭。 凤九知道, 帝君平时吃的清淡, 做的都是些新鲜的食书, 上菜时, 把一道清蒸鱼放在了帝君面前, 又给帝君装了碗鸡汤, 却始终没看帝君一眼。 连宋这顿饭吃得香, 尤其喜欢吃凤九做的一道无忧膏。 凤九机械地吃着饭, 桌子上的人说了什么他一句 也没听到, 想抬头看帝君一眼, 又不敢, 饭后跟着众人鸡蟹地到了狐狸洞口, 凤九没听到他爹娘都说了些啥, 他眼微垂, 盯着帝君那紫色的长衫, 他知道这一别又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心空空的。 凤九娘亲碰了他一下, 他才听见是连宋殿下在跟他说话, 连宋道, 承玉援君有事托我问女君, 咱们边走边聊吧。 凤九觉得那一瞬间连宋的脸上是有光的, 他的光照进了黑夜, 给了他一丝希望。 几个人向青丘外走去, 连宋聊了几句承玉, 凤九知道承玉在忙千花盛典的时, 渐渐地连宋和崇林, 私命就走到前面去了。 凤九陪帝君慢慢地走着, 微风里有淡淡的白潭香气, 他很希望这条路永远都没有尽头, 他可以什么都不要, 就这样安静地陪着他就好。 到了青丘的出口, 帝君停下脚步, 看着眼前微垂着头的凤九 一阵阵心疼, 嘶哑地喊了声, 九。 许久后凤九低头嗡了声, 算是回答, 帝君没再说话, 凤九道, 听私命说你在吃药, 帝君要多保重。 半晌后, 帝君一只手轻轻拖起凤九的脸, 仔细地看着他, 凤九望向帝君, 一抹光映在帝君轻瘦的脸上, 冰冷的面颊上一双深邃的眼镜, 似是探寻地看着他。 帝君道, 要相亲了吗? 凤九无力地回道, 想叫我爹开心一些。 半晌后, 帝君垂下手, 帮他挽了耳边的碎发柔声道, 酒儿要好好的, 转身离开了, 花子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凤九失魂落魄地站在青秋的出口, 看着帝君的背影渐渐消失, 他心里有一刻是想追上去的, 可追上去又能怎样呢? 他念着, 这四海八荒的安危, 那是比银河还藏的一堵墙。 凤九看着空中双雁飞过, 心道如果帝君能安好, 那就把对帝君的思念永远放心底也好。 凤九想起姑姑一本书上有一句话是, 两情若是酒常识, 又起在朝朝暮暮。 凤九刚莫送出来, 就听背后, 白浅上神悠悠地道, 他就来了一会, 你就朝朝暮暮了。 凤九拦起姑姑的胳膊道, 我这是伤春。 白浅, 难道不是伤心吗? 又道, 这两百年你休息到的女君威仪, 在她面前全美了。 凤九道, 姑姑我是不是很丢人, 我一见了帝君, 就犯华吃病。 白浅道, 折言不是给过你要, 你不吃啊。 凤九知道姑姑说的是望穿水, 可她宁愿把心想碎了, 也不会喝下望穿水的。 凤九和姑姑回到狐狸洞, 白衣上神看着她道, 这四海八荒的帖子都发出去了。 凤九道, 定好的日期不变。 太陈宫里, 帝君从青秋回来后, 就坐在莲池边, 一根吊杆, 举到西洋鞋上, 一会丛林煮了茶, 又端上来一碟糕点, 道, 青秋女君给您带的糕点。 帝君道, 可有花。 丛林, 女君说, 这个叫无忧高, 里面但加了些食材, 可以帮您补气血的。 还说, 八荒地图上的那些山河, 虽是变了又变, 可青秋永远都在, 叫您不用挂槐。 帝君手里的吊杆, 垂到了地上, 看着一叠糕点眼里, 流出笑意, 落日的余辉映在帝君的脸上, 丛林觉得帝君整个人都有了些暖意, 不再那么冷冰冰的。 帝君才吃了一小口糕点, 连宋摇着扇子进来了, 看着帝君面前的一叠糕点道, 奇怪这个糕怎么跟青秋吃的一个样子, 伸手去拿, 可他眼见着糕点盘, 就落到了丛林手里, 丛林笑笑端走了。 连宋笑道, 帝君太小气了, 过几日那丫头比武招亲, 肯定有高吃, 我可以过去吃。 帝君邪了他一眼道, 你过来就为了说这个。 连宋神情肃穆道, 我有事求帝君。 看了一眼帝君又道, 事未成狱的事, 我父君又想把他送出去, 帝君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力气, 才把那丫头弄上来的。 帝君喝完一盏茶, 看着连宋道, 可以, 你也去做件事。 等连宋一听完帝君说的事情, 跳了起来道, 这怎么行? 帝君, 嗯, 那就算了, 你可以日日下仙山看承玉去。 连宋悠悠道, 我这是上辈子欠那丫头的了。 连宋陪帝君下了会期, 出了太成功, 向承玉的摇尺走, 路上就碰到承玉和思命两个人, 在低声说着什么, 连宋咳了一声, 承玉看向他道, 你今日倒是办了件好事。 连宋笑道, 援君是要奖赏我, 承玉, 你该向太成功那位要去。 又对连宋道, 凤九那丫头相亲十三殿下, 也去撑个场子。 连宋, 援君说了, 自然要去的。 等承玉走远了, 连宋道, 都是孽缘啊。 也回了宫, 太成功里, 夜色浓时, 帝君一洗白衣准备出门, 丛林道, 帝君我和您一起去吧。 帝君道, 不用, 你守在宫里就行了。 帝君走后丛林, 靠着殿门, 看着夜空, 有些忧伤地想道, 都以为帝君不过躲在太成功里想清闲, 谁知道, 这四海八荒的生死, 就担在帝君一人的肩上, 他又如何不日夜思念青秋的凤九女君呢, 不敢靠近, 只怕是不能陪他长久罢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